输了考试不代表输了人生 想自杀前你可以做些什么 你好,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冰燕 今天我看到一则新闻 10月1号,冰城一名原本将参加中三评估考试的15岁少女 从公寓住家高楼单位坠下,当场死亡 新闻指出,辞者的名字叫谢新慧,是横溢中学的学生 他留下四封遗书分别给父母、好友、同学以及老师 主要的内容是说不堪压力,所以决定寻死 看到这则新闻,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很悲痛 但是我不会感到震惊 因为类似这种新闻几乎每一年都在发生 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让孩子承受不了压力,想要自杀呢? 是考题太难,父母给了很大的压力 还是孩子有错误的价值观 我觉得考题难不难不是重点 因为一般的校内考试,就算再难 我们也很少听说会有学生想要自杀 反而总是到了全国大考 我们才会一直听到有关自杀的新闻 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大家把大考看得太大了 感觉考不好,人生就会完蛋了 在这里,我要很肯定地告诉你 大考成绩真的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 如果你的父母对你很好,那恭喜你 但是他们对你的好,跟他们的成绩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大考中并没有一个科目是关于如何教育下一代的 如果你生长在一个富裕家庭,恭喜你 但是父母的财富跟大考的成绩也根本没有关系 因为大考中并没有一个科目是教如何理财的 父母和老师嘴里总是要孩子用功读书 是希望孩子竞争能力强,能够考入好的大学,找到好的工作 这并没有错,但我相信更多的父母更愿意看到的是 一个开心成长,自信,能够享受人生的孩子 我并不是要劝你不要用功读书,而是想告诉你 输了考试,不代表输了人生 人只要有一技之长,就非常非常厉害了 出了社会,谁理你历史到底是不是拿A 数学到底是不是及格 那些会建议你考试很少A的公司,你也不用去上班了 真正强大的企业,都是看你的工作表现以及学习态度 人生,不像考试,只有ABCD,还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成绩不好,大不了卖纳斯罗马,修理车子,或者是做运动员,等等 工作不分贵贱,如果你不会享受人生 赚再多的钱,你也不会开心的 想自杀前,你可以做些什么 你可以听你喜欢的歌,吃你最爱吃的食物 找你最要好的朋友聊天,或者是联络专业的辅导热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